各位觀眾 歡迎收看 財經號角 我是有停號 今天聊到我們 整個大盤的一個行情 其實有一點 畢竟亮縮也不是 這一兩天的事情 過去兩個禮拜 都是亮縮的一個狀態 這好比什麼 這好比 本來5個人在麻將間裡面 4個人打打打 一个人赢钱 把身上所有的筹码 大家的钱全部荧光走掉了 剩下四个人继续打 大家筹码都少得可怜 结果呢 量能就在这边做盘旋 盘整的一个区间 所以我今天要特别请 何怀珍和老师来到我们现场 来跟各位做一些解析 在这个台北股市 量能持续无力的状态 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 其实从去年经验来看 我发现去年一整年的节庆 都有一种感觉 就赶快先获利了结好了 为什么因为去年 很多人就是在过年前 没有获利了结 所以遭到了整体台北股市 大幅的一个修正 在整个中秋节前后的变化 何老师对于台北股市的部位 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 中国人就是常常会有这种 节庆的变盘 节庆每次都要变盘 就来变盘 所以这边常常在过节之前 都会有个停看听的动作 对不对 在节后就会 就节前会变盘 节后会变盘 对不对 那现在就看出现在盘是什么 现在盘是变盘 就是现在是跌 那变盘就是往上 对不对 所以我们大胆预测说 现在盘那个节前是往下修正 所以应该很高兴 节后应该有机会大涨 可是问题现在好像 一不涨也不跌 那变盘之后 那到底是往上还往下呢 哪有 今天也跌啊 今天在9月15号之后 那个苹果发表之后 它预期大家本来就知道说 它的亮点没有这么亮 也引起大家市场上来解读就是 那个消息面之后的利多出镜 或者什么 虽然严格说了 今天大盘已经出现一个曙光 我现在坦白跟大家说 怎么说 因为这个盘本来就是 它没有亮嘛 一直没有亮好几天了 已经很久了 最少三天以上 那亮都输到3000亿以下 很久了 你看这个亮都连续三天 今天又没有亮 最惊讶是今天大盘已经 九盘必跌嘛 对不对 它也跌了 但是还是没有亮 今天预估量还是2500多亿 所以代表是 这行情已经筹码面洗得 相当的干净 我们大胆的预测嘛 所以代表什么 这行情大家都知道 包括你问我们的周边 包括你认为这大盘很强吗 感觉就是弱弱的 疲乏无力的感觉 不要说啊 虽然我自己也知道 这行情看起来就是真的强 我说要大涨 那是真的骗你的 这行情真的是弱的 我反而觉得这个时候 用季线是否站稳 或者成为压力来看的话 就没有那么准了 对不对 你看现在的季线或者月线 往往是一天跳过去 一天又回来 老师有没有看到那个 这个苏星池一部电影吗 他里面就讲说 我跳过去了 我就跳回来了 九品芝麻关对不对 就好像现在从技术角度来分析 季线是否具有支撑效果 好像已经不合时宜了 现在每个人都对 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学习都很厉害 包括年轻人 技术线都是高手的很多 高雄如云 所以极确你讲的没错 季线已经不是重点 重点这个 筹码面很重要 我是觉得筹码面很重要 所以你第一要观察三样东西 我们简单说就是说 台币是不是在持续的升值 还没有 包括当然这是一个基本面的地方 当然半导体的公布应求 是大家知道 但是这种已知的利多 有时候反而是大家会有点疲乏 它到2022年下半年都是OK 但是这长线来说这种是半导体 供不应求的情况的话 半导体族群一定要缝什么 大跌你去买进它 因为是好公司嘛 它成长性一定够 这是我的重点 还有包括就是说 上市公司的基本面实际上OK的 八月份的营收 整体性还是创了历史新高嘛 对不对 那这样子都是代表说 我们这未来9月10月之后 在这个电子股如果能带动之下 我认为这个大盘 毕竟往后 只要今天量是下跌之后 当然往后的话 它还是OK的 而且实在严格说 台湾的大盘整体性的本营比 还是相对比美股来的低很多 这是我认为的地方 这其实很有趣 因为刚才何老师讲了 其实市场上短期股价的变化 其实它并不由基本面做决定 我最近还在想说 本营比叫做股价去除以EPS 那EPS都一季 才会做一次大幅的调整嘛 那股价每天都在变 所以积极的高低是谁来决定的 是市场情绪的高低 不过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思考一件事情 就是说短期的股价一定会有波动 筹码面会影响到股价 市场的情绪也会影响到股价 中秋节也会影响到股价 但是股价始终离不开它的价值 就是一个规律性 对对 它的价值 那所以接着就是 投资朋友就很了解说 现在为什么大盘会这样 现在就是台湾是潜碟性市场嘛 那潜碟性市场 基本上什么都没用呢 要怎么筹码面对有用 那因为我们台湾的 有一个什么 对这些外资法人都什么 特别大家都喜欢 他一化水会惊弹啊 这句话你应该听得懂 他只要讲什么就好 我们就是要跟着后面走 所以的确常有人在这个地方说 台湾的股市完全就是什么 就是被外资 外资之乱 就是外资 买就随不随不随 涨 它没有基本面的问题 是 但是说现在我们要先回问 这个筹码 外资到底会不会再买 我们要先去判断这个方面 是 那我觉得说 外资昨天 严格说他的净控单是增加的 就是因为 接钱的便盘账 他总是两边 我有跟 净控单你一定要注意 它是又增加到 快四万块 才三万八千多块 那有代表外资是涨空吗 没有 结果他钱又买什么 他这两天是持续买台股 他买的比投信法人来得多 他买的是金融股 那代表什么 他钱留在 对 他钱是留在台湾 他是因为知道这个地方 可能会收到苹果 他发表之后 会有个回马腔 所以他留在资金 先买在避险的 因为 外资的资金是一定要买股票 你留在台湾不买股票 政府会强迫你啊 对不对 会跟你喝咖啡啊 那所以他这个地方 当然他是买金融股 但是他又避险 两边代表什么 他就是这个地方有点保守 他相对以 比较沉稳的一个态度 来看待台北股市 不过我们现在拉回来看 其实台北股市 从筹码面的角度 已经发现了一些变化了 最近钢铁股 虽然涨势凶 不过在过去两天 开始呈现了一些回档 何老师是怎么看近期 包括钢铁价格的一个上涨 以及台湾的钢铁股 是不是有一些 蠢蠢欲动的感觉 现在钢铁的利多 尤其是钢材 包括乐嘎钢 在美国在9月份的话 美国这边的话 是涨价到2200块美元 那这样是相当高 也创造历史新高 那10月份还要再涨 那为什么股价这个地方 只独厚了一档中钢购 对 其实中钢购这两天 也在疯狂的回调呢 那为什么只有中钢购 因为说大盘没有量 它只能拉一些小型股 中钢购 因为中钢购是中钢的子公司嘛 所以中钢购我们还是要回到开大门走正路 我们要看一下中钢未来有没有机会 那严格说 当然这地方大陆落实的 碳中火的目标也减产嘛 这个大陆制造6000万吨以上 还有包括二罗市已经准备 8月份开始要克这个零食税 这个就是一个 它有点像是饥饿行销一样 它把它紧缩之后 当大家就会什么 这个地方可以提高它的一个价格 所以拉动了钢铁的需求 这个地方会有翻扬 那当然未来在这个地方的话 要最注意的是 我们要讲还是中钢的盘价 大家都应该都预期 中钢的10月份的盘价 还会再持续的上扬啦 但是现在这个地方是它的利多的部分 那好 那它到底会上扬 在股价会说话 那的确 它的卷支比目前的话 从4.91 已经慢慢升到7.12% 它就整体性的钢铁租区 真正涨的是涨中钢钢 所以我认为未来的卷支比 应该会微微的下降 这个我们要讲真话 那当然钢铁股的 目前的軋空的力道 还是相当的强 所以如果钢铁股真的要动的话 你还是要回归过来看中钢 中钢这档股票 有没有办法快速的占稳40块 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大的大牛股 但是好现象就是说 进来的外资 法人一直持续的买中钢 买中钢 买中钢 买不停的买中钢 甚至它的成本去已经垫到 前两天它买一个快7万张 已经垫到大概40块以下前两天 就是9月13号那一天 所以中钢甚至他买超是第一名的 所以从这地方告诉你说 因为外资最有钱 他买的股票全部都是防御型的股票 一定会涨的 所以等于说 外资在这个时候进行大量的部件 你反倒会用一种角度去思考 就代表着 他的买盘力道就在这边 如果价格下来了 这边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防守区 对不对 对他就在防守 但是他最想买的股票 我认为还是电子股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思考到 尤其这个苹果的新品发表会 在今天早上的时候公布了 一只手机要卖5万块 虽然我是买不下去 但是我觉得身为平概股的议员 那也蛮爽的 对不对 那售价越高 获利越大嘛 不过这个时候我们来观察一下 其实不只是平概股 整个金元双雄 在过去几个交易日本身的涨势 也是相对比较亮眼一点点的 不过我们都很清楚 其实我们节目是非常 切盘时事的一个变化的 近期联电的股价 似乎有一点头部成型的感觉 联电主要是做成熟制成 不过在现在这样的一个阶段 头部成型 它是意味着涨价的效应 已经来到了尽头 还是说是一个短期的修正 未来有机会再上呢 这个东西 所以说投资朋友 你看每一档股票 尤其我们马上练出来讲 联电本身既然是发布利多 它营收是再创 也是再创什么单月新高的嘛 就是持续创新高 实在严格说 它下半的业绩也一定肯定是 比上面来得好 那明年会更好 但是你看它现行可以看吗 根本是头部就出来了 但是严格说 你从大方向来看 我们不要看短视 我们不要看那种小细微波 这样当然它是跌破的 因为它看起来是一个M型头已经出现 但是它严格说 大盘在8月初的时候 它都已经从8月初那个地方 目前它回档的时候 那颈线的压力大概65块 它根本还没有正式来回来做一个回撤嘛 是 对不对 那这就是涨多的拉回 严格说这一波的联电是比台积电来得强嘛 那它那天从72块才跌下来 也是因为它发布利多嘛 所以这种股票我认为它会先蹲 再后跳 因为涨多之后又会拉回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认为你要回撤 大胆的在它前坡的颈线那个附近 大概65块左右 再下来一点 尽量再跌了 63块左右了 那个地方比较好 那个地方很多散户都卖光 我可以跟你肯定 因为我自己在带客户的过程里面很了解 因为这种股票很多人都敢买嘛 买完之后它都赚2块3块跑光光 所以反而这个地方是一个 你要注意说 这个是一个铁板区 我希望投资朋友 你不要看它因为它跌 如果你这张均一带这个现役 你会很 有点会失真 因为有一家外资就高盛 打第一枪出来 我当然我要跟大家讲是低接 不是叫你去追 它的平价这个联电是来到103块 102.8 不是103左右 有100块以上 所以这个地方它已经4月份 已经连续4个月创下单月的新高 这个是大家都已经公布的讯息 所以未来业绩是很好 这种业绩好的公司的话 你要注意拉回找买点 不要太介意线性 什么地方最好买 当然最好是到年线 到半年线 大胆买啊 不一定等得到 所以我们还是 线线都等不到 所以从上一波的警线位阶 就可以来做一些留意了 不过我们都很清楚 现在市场的焦点似乎又已经到了平概股身上 今天早上的这个 苹果的新品发表会了 其实不管是针对Apple Watch 还有苹果的星际 都做出了一些整体的一个大拐看 不过这个时候我们要关注一下 它被股市的平概股 是不是有一些动作呢 何老师观察 是啊 这次的平概股就是什么 大家没有很惊讶 没有很surprise 因为差不多 大家都预期都差不多嘛 跟我们之前大家预期都一样 没有什么特别新亮点 所以我刚才才跟何老师聊到 有没有什么新亮点 好像没有 我刚才才跟何老师聊到 我说你现在是用iPhone7 我现在用iPhone7 没有啦 iPhone7 Plus iPhone7 Plus 这个因为太好用啦 太好用也是一个缺点 找不到理由换星期 你知道吗 因为换星期很多东西 都要更新有这种麻烦 而且我们很忙碌 当然希望尽量就是简单为重点 不过这也说明了 苹果整体的黏着性是好的 对于整个客户的产品的使用 不过我们拉回到 台北股市的平概股方面 近期有没有非常波动度 跟平概股 以及新品发表会 有连接度非常高 值得我们做一些留意 实际上严格说实在 苹果这家公司在美国 是频频的创新高 不管你任何的时候去买它 就跟台积电一样 你只要买的人都会解套 不要 就一定会赚钱的啦 就不要怕它跌就对了 你如果每次建议它 短线什么高点低点的话 你就是抱着一直抱着抱着 持续都会赚 就像台积电现在很多人买豪贼 都是以前抱台积电上来 所以同样苹果 你唯一的一家公司 不用卖掉就是苹果 所以未来我认为苹果你也不用卖掉 就怕它没有低点 那当然进来苹果没有说特别 它之前一直创新高之后 我要跟大家讲 所以未来代表苹果 严格说它的价值 还是会频频的创历史新高 因为它太好用了 那现在有个问题是出在说 现在苹果又是很粉丝的话 我们就是很 就像你用苹果 你会不会换 不会嘛 对不对 那为什么不换机槽 是因为它太好用 所以它品质是很OK的 但是毕竟它一年才发表 一次发表会 这一款的新机 还是会引起什么 我的换机的需求 因为第一个 它价格没有说 你觉得很贵吗 我觉得还OK 它最便宜的有两万二的mini 对 不过那我眼睛可能就看不清楚了 严格说实在 严格说实在 它真的 你自己用用看 真的你用了苹果 你真的会叼了 你真的你不想去用别的 我真的如果要我换 我还是换五万块 你知道 因为用苹果有个习惯 手机变大变小 你是没办法回去看的 没办法接受 对不对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 苹果是代表你个身份地位 对啊 对不对 所以有时候真的 我跟你讲 就像Benz跟那个B&L 为什么它永远高高在上 就是那就是个价值的观念 所以我认为 它到明年2020年 一定 我这边跟大家肯定的高云 你看苹果 它的营收 一定会在创历史新高的 而且 平概股就可以注意了 对 你当然要注意啊 那平概股的业绩 就是 当然有些但苹果 它比较低位阶的平坡 你就不用用 再像这3037的星星 它业绩就好得不得了 目前的高盛 但是平价 这也不是只有一家 我是把这家把它拿出来看一下 它是205块 那相对现在 现在星星才在143块左右而已嘛 也没有什么特别大涨 所以这种股票 你要很感谢大盘能大跌 你不要管 它连记性都没回来啊 我跟你讲这种 这种股票主要是苹果的供应商 PCB软硬板的供应商 那当然ABF跟BT载版的 这个载版最大宗的全部都是 星星算是台湾最大宗 也是全世界也算是数一数二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它就是唯一的 这种可以行骗天下公司 你一定要大胆的回 不要去列列 拉回找买点好不好 不过我们在看到 2354的红准 它也是平盖国 在过去两天的涨势 算是非常凶猛 这要怎么做一些留意啊 没有 它今天才 它不是 它对它开始要冒出来 我今天就 因为今天我们今天录影是9月15 我赶快把 我们要买一个 要嘛就很稳定的好工 是优质股 要嘛就买那底部 正在成型的 我为什么把这张股票 你可以去留意它 因为这就是底部 进场不影也难的观念 你看红准 它这一根9月15号 这根 虽然它留个上影线很大 那个这叫洗盘 留上影线很长 上影线一般技术先生 告诉你什么 就是出货嘛 因为一张股票 留很长的上影线以后 代表就是有人在上面 跑了很多 卖压压力很大 那个就过不了关 但是这个上影线是跟那个 5月中旬那个558 开满那个低档 是不是一模一样的 那个形态 所以这把散户给洗掉的意思 因为太多人 都知道这张股票很牛 怕 因为什么 现在投资朋友变得很怕那种 只要股票稍微低 低档买上有赚一点钱 就跑光光了 所以投资朋友就犯了什么 就是赚少赔大 但是法人刚好是会追高杀低 等到它这档股票正式占回去71块 均线非常亮眼的时候 你刚好卖掉它刚好大涨 但是我为什么要跟你讲这档股票 是因为它就是做苹果的金属即可 一定要的 一定要的 可以注意一下红准这档股票 2436的伟权店 就是Type-C的概念股 那这个股票 今年应该没涨完 它就是在一个比较蓄势待发的方向 因为这个地方有个两个凹动量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看到 那这种凹动量的回撤之后 代表这个锁码单 也很明确这个几线 只要一旦突破对称形态来说 就是等距离往上又一段 让我们听得懂吗 其实这个何老师 针对股市盘势的分析 因为时间的因素 当然要比较快一点点 不过何老师其实不只针对电子股 航运股各个类股都样样通 何老师常常跟我讲一个概念 就是说我们挑股票没有说什么 挑特定产业或者挑特定族群 我们就是挑好股票 好股票大跌就是让你买的时候 好股票在大涨的时候 你反而成本价可能因此的跌高 所以在现在整个中秋时节之前 整个台北股市的盘势 相对还是比较呈现弱势的格局 但是托斯卡兰尼他讲过一句话 他说你买股票的时候 要有浪漫的想象力 卖股票的时候要有理性和现实 那中间呢 中间你要学会睡觉嘛 现在这样说格局每天在那边盘 就是让你持续的等待 等待到你财富自由的那一天 感谢何老师今天参与 如果各位想要了解 更多关于何老师 贵于股市以及国际行情的分析 欢迎加入何老师的LINE 8 以及Telegram 观众朋友来做一些参考 节目到这边 记得订阅我们频道 按赞加分享哦 感谢何老师 感谢各位的参与 我们就下期再见啦 好 拜拜 谢谢 Yay